我最近被淹没债的粉丝发来的私信里 大家都问我 央藏降息 那我房贷能不能少还点 之前买房签的是固定利率 转不转LPR 我最受不了粉丝有问号 这些问题必须解答 因为有规定 从今年开始 所有新购房的商业房贷都要按LPR来执行 而已经买房的老商业房贷 在今年8月之前 也必须在固定利率和LPR 两种模式之间二选一做决定 而且不能再更改了 好多人一听不能改 顿时就慌了 别急啊 还有恩哥在啊 先给大家讲一讲 LPR真不是啥高深默测的东西 就是全国十几家大型的银行 坐在一起商量出来的浮动代表利率 具体咋浮呢 经济上行的时候 利率就高点让大家不要膨胀 遇到下滑呢 就调低点 让资金流动起来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究竟是选固定还是浮动 全看你自己如何判断未来的形式 如果你觉得以后还会不断调低 那你就选浮动啊 不然多吃亏啊 如果你觉得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容易有套路 那就老老实实的固定利率啊 求一个安心 不过恩哥还是提醒一句 中国的商业贷款 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 而这30年啊 利率完全是在一路下行 并不是说我们一直在下滑 因为从经济规律来看啊 融资难度越来越低 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所以以后啊 即使有小幅的回升 但总体还是会处在下降趋势 就像这样 所以恩哥推荐换LPR吧 啥 你问我选的什么 嘿嘿 我是全款 有防疫足欲难题 固定浮动二条一 利率下行30载 如何选择 很容易 我是恩哥 赶紧上车 感谢观看